大家好,欢迎来到有爱唐讯陪报的YouTube频道,我是阿禁 我今集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但是我忘记了一些背景 而今天这一集的内容主要环绕地理和社会 而那个集中会集中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 跟上一集一样,地理和历史很有关系 其实地理和社会的一些风俗其实也是很有关系的 你看到这个地图里面正正是巴勒斯坦地区 也是耶稣在地上生活行走的时候的活动范围 基本上就是这里了 我想你留意的是,你看到三个圈圈圈的地方 加里尼、撒玛利亚和犹太或者犹大 这三个都基本上在马太坊里面会有出现过的地方 加里尼就是在北边,撒玛利亚在中间 而幼大在南部,在南边 我想你记住这幅图画 当你读马太坊的时候 要有这个基础的认识 对于当时的地理 很多时候我们去看这幅书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会觉得 可能这个地区的人 全部都是以色列人 全部都是犹太人 都是差不多的文化 但其实本身 在这个这么小的一个版图 其实这个不是很大 你看到可能南到北 都是大概100公里左右 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范围里面 但其实本身南部和北部 因着他们不同的历史背景 他们不同的文化或者背景 其实他们本身的文化差异都是挺大的 而我们也要记住 耶稣他是一个北部的人 他是加里尼人 他是拿撒勒人 他是一个北部的先知 可以这么说 这个我们需要记住 他本身他自己成长的文化 跟南部犹太尤大尼的文化 其实都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例如北部加里尼人的种族方面 自从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 当艾术国侵略了这个地方之后 从那个时候开始 基本上加里尼人去到一个很多元化 很混习的地方 例如有些城市 好像加伯隆 拿撒勒这些地方 就会很 犹太文化色彩会更加重一点 但可能你走旁边的村 或者旁边的镇 例如是提比利亚 其实那个地方 例如提比利亚 已经是一个希列文化色彩很重的地方 所以就是可能在附近 很近的这些城镇 已经可以每个城镇 每个城镇之间 有很不一样的文化 这个是北边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但南边相反 尤大 因着历史的原故 他们基本上都保留了一个很单一 比较单一的一个犹太人文化传统 所以南北各个有这样的差异 所以也正正因为这样 南部的人 尤大人 通常都有少看不起北边加利利人 因为他们觉得 你们的犹太人传统 不是最纯正 你们已经参集了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 你们没有我们那么纯正 而且你们的语言 也没有我们的语言那么纯正 你们有口音 就是他们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你记得 马太坊最后的时候 最后的一章两章的时候 比特他跟着耶稣 就是想看着耶稣 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围绕取暖的时候 有个侍女就问他 你不是耶稣的门徒吗 我听你的口音听得出 认出你是加利利来的 你是上面北边的人 比特就否认的 这个是一个证明 其实加利利和尤大本身 无论文化 甚至他们的语言 都有很大的差别 而经济方面 你看到加利利地区 他的水产 他的农作物 这些资源都是比较丰富的 因着地利的因素 而南边尤大因为很多的旷野 很多的山 农业发展得又不是很好 那南边相对资源 没有上面那么丰富 所以南边的人可能你都想象到 会妒忌 就是北边的人 他们所享受的一些资源 所以其实这两个地方 其实本身都有很大的差异 在里面 你能够想象到耶稣和他的门徒 穿梭在加利利和耶路撒冷 这两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当他们去到耶路撒冷 去到南部的时候 他们都和外人是没有分别的 虽然他们都是犹太人 但其实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 就是会看不起他们 会觉得他们是北边的人 这个需要留意 最后就是想说的是 当我们要看回地理的因素的时候 其实会帮助我们再去理解多些 整个马太福音 或者马后福音 因为两卷方书都很像 我们看马太福音 其实会帮助我们理解 马太福音 他本身的铺牌和结构 你看到整卷马太福音 除了耶稣出世的那段时间在南部之外 基本上 马太福音的铺牌就是一个北到南的行动 一直记住耶稣如何在北部行神职 去做很多的事工 然后慢慢慢慢一直 他最后 他最后钉十字架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 他进入圣城 进入耶路撒冷 是在一个南部的地方 他由北到南 他作为一个北部来的先知 他去到南部 去到耶路撒冷 去和那些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 去做一个正面的交锋 而南部的人 南部的那些宗教领袖 是接受不了耶稣的 是甚至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你看到 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 铺牌正正是一个 由北到南的行动 希望这个会帮助你 更加清晰 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会留意到这些结构 会帮助你去理解里面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对你有帮助 你可以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继续去看马太福音 拜拜